欢迎来到威威的股市私房菜 我是威威老师张珍威 今天大盘还是跌上下洗刷刷 因为毕竟是周三有周结算 不过威威老师觉得 这整体的盘式我们可以感觉到 台北股市背后真的有个空盘者 那我觉得他们守住了季线生命线 那很重要的是 今天你可以看到台积电 看到联发科 甚至包括看到红海你会知道 其实不会说只靠一些AI在撑盘了 你也可以感觉得到 这整体的盘式上上下下 它都是洗刷刷 但是它是有个范围之内的 那特别是你看像今天 马上要公布CPI了 大家一起就挫了一旦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今天出现了几个讯号 让我们的投资观众朋友 我可以提醒大家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近期为了守住这生命线 然后CPI公布之后 一般市场的预期 应该不会出现非常重大的意外 那么接下来这个盘就可能稳住 然后再回到晚期 那这是不是AI即将要利空出境 这些个股到底要怎么样做 很多人最近常会朋友 魏老师跟我问 好难做 魏老师告诉大家 那你就来看 我们的微微股市私房财 扫头上 魏老师头上 就达到了QR Code 各位 只要你最近近期刚加入魏老师这边股市私房财 是不是让大家这几天都获利宝宝 特别是包括昨天 父亲节好好的从股市提了一笔大款 帮爸爸做了很多的行头 也跟爸爸吃了一顿大餐 昨天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有一些朋友看到了之后 不听话进去 来这个跟魏老师鼓励加油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谢 我昨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可能有些感触 那我觉得平时也不足为外人道 就是说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小事 但是我真的遵守一个宗旨 不论以前这种媒体 到现在跨航 考商证券分析 实际上进到这个头顾这一行 我只能谨守我自己的一个 对我爸爸承诺的一件事情 真的我希望我不负众望 不负所托 不留遗憾 好那相关的故事 欢迎大家 这个还可以再去看一下 昨天我们 微股市私房财的8月8号 好我个人的感恩片 感谢大家的鼓励 那当然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赞 不论是在这头上的LINE AT 好进来你有一些股票 让你各方面的一些想法 甚至你觉得 哎呀怎么找不到一个准头啊 这到底是要上要下要怎样呢 欢迎大家直播电话 尽限找微老师 老师一定好 只要你留言留电话 各位要真实姓名了 留言留电话 微老师一定会找个时间 尽快的回您的电话 这是我能承诺的 那还有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 微老师股市私房财的YT频道 我们YouTube上面的频道 帮微老师订阅分享按赞 好来 今天这个台北股市你说 难操作吗 昨天微老师啊 如果你有看到昨天 其实我们的混朋友 已经跟着微老师 昨天又从股市提款 昨天 大点了118点 对不对 均匀新台币真的扁得比较凶 短短的一个月左右扁了 大家一块钱 这个情况真的也不简单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资金跑来跑去洗刷刷 但有些不变的道理啊 哪些不变道理 等会微老师跟大家一一报来 那 我只是觉得说今天 脚跌个6点 但是你有留意到吗 它守住了机械 而且在开盘的时候 今天最后算是收了一个红K 因为 开盘 开低 后面走高 而且不止大盘这样哦 你看台积电 你看联发科 你看很多 好多的AI个股 是不是都是这样 所以 我只能说 这短期就可以秀得到一个 这特别股市 你在这个整体 洗刷刷大陆神的过程当中 哎 财报一一揭示出来 伪创 好 这个公布出来营收 并不理想 衰退 广达也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近期他们的股价 有做一些些反弹比较没有力的一个修正 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全部都打挂 对不对 所以 我老师才会告诉大家 今天一早 我们在八点四十分的时候 大家 我们的会议朋友 打抖 每个人手机里面 我们都收到一个讯号 但 透过赖 也就是说台股 有可能会在回测期限 16815之下 但威文老师有告诉大家 不用恐慌 因为昨天我们已经收割了 收割了好一部分的主要的股票 那请大家不要杀低 那我们最主要 今天来台北股是要干嘛 赚加差 所以昨天我们收割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有好几档 都找到进场的白点 来 我们来看啊 我们整个大盘 今天有守住生命线 守住季限 所以啊 今天盘中一度最低最低 你看出现了十字线 来到了16798 是不是低于整个季限之下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你今天8点40分 在开盘之前 足足有20分钟 可以好好的解释一下 手头别的股票 所以有些部分包括 这个进线拨电话来问老 威威老师 我们的持股见证什么的 就请大家真的 有些时候 威威老师真的也正好在盘中忙 或者是说 正好电话正在战线当中 请大家一定要留真实姓名电话 只要你有留 威威老师真的 我一定会尽快 我本人会尽快回电话给您 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发表需求 有提 威威老师一定会做 包括大家想要的核心持股考的名单 给威威老师一点时间 会赶快给大家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 季线有手哦 16798 但还没到回到万期 对不对 为什么威威老师会觉得 今天你看 量 量还是有缩 今天量有缩 不止大盘 你看哦 包括台积电 指标对不对 那今天CPI公布出来之后 是不是又 少了一个变数 所以我觉得 今天台积电已经呈现 明天 我觉得 所以我今天 我们让会员朋友 一部分 着亮的 好 可以 好好的来看一下 这些自由股 比如说 战台积电 近期当然 它连一些利空利多新闻都有 但是我们 威老师已经好几次跟大家讲 我们不是看新闻在操作的 我们是看包括量价 技术面 包括筹码面 好 基本面 我们统统都要看 那今天它出现了什么 开地走高 所以今天是一个红开棒哦 那你会说 今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包括它量有缩 有没有 前一天量缩了很多 那 均线呢 还是上扬的状态 有没有 所以啊 我老师觉得 哎 我们的户国神圣台积电 明天啊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了 好 那不止台积电啊 你看 光今天的台积电 从今天的低点550 到今天的高点557 哎 不要小看 7块 也是钱呢 一张有7千块 所以 我觉得台积电近期在振 在洗 但是它重要的控盘工具 它有那些指标意义 当它在动的时候 大盘准备要 整理以后 集结向上 包括联发科 你看啊 联发科是不是也一样 连续哇 这么多根 四根的黑K 上个礼拜嘛 好 延续到今天 这礼拜你看 就占了两天嘛 十字线啊 黑K啊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一样 也是开地走光 所以今天是红K 可以感觉到 这个开始 这个盘是有在整 它有守住 生命线 守住机线 那 它也是量缩 整理了格局 而且交叉 均线交叉向上 有没有 那而且你看哈 投信 投信都连续有在买哦 然后台积电马西哦 来台积电 投信 已经连续两天了 不像之前 一直拼命卖 所以我觉得 包括台积电 包括联发科 好 这些指标性全支股 对你开始稳住了 所以今天的低点 联发科 发科 我们最低是686 今天盘中高 也有702 如果你比较急的朋友 其实今天 价差 你要进出 也有16块哦 所以 我老师 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这段时间 其实在盘是 洗刷刷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跟大家讲 我们真的是 要区间操作 要赚取价差的 我们这一定要放在心里 我们来到股市 我们不是做公益的 我们也不是来玩的 我们是来赚价差 所以高出低进 我们就要先 没有一件事情 比赚钱更重要 那个像今天 温老师 我们去那个东森 武器新闻网 那那个主持人明君 就问温老师 我以前我是媒体人 那采访一些富邦菜家 万泰 那就会讲到 富邦这几年 那么的强 我下面呢 温老师有告诉他 第一个 他不借钱 他是个金融版图 很大的一个公司 不借钱 第二个 他绝不赔钱 赔钱的生意不做 所以我们也要自我免利 来到股市 我们当然希望不要赔钱 甚至我都觉得 我们要遵守 巴菲特爷爷的一个 至高无上的指标 他现在也是全世界 第五名的首富了 富豪 富豪 不要说首富 排名第五名 重要的几个哲学 还进到股市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 也就是反过来说 他不赔钱 所以我们一定要 怎么样能够不赔钱 随时随地要跟着 温老师要赚价差 你要说 你要在那边当冲来当冲去 三两下 你想要去几十五个 五十个percent 来 各位 一高人胆大 这几天你有看 魏老师也跟大家讲 你试试看吧 是区间操作 这几天魏老师有告诉大家 我们的区间 网站 上个礼拜四 这个礼拜一跟二 昨天八八节 八八节我们已经 特别重要的大咖的AI股 区间操作 三天每天都有丰收 三天应该是说 昨天是一个大丰收 不论你会员们你操作的是技嘉广达 或者是微创 那你说 他的那个营收护理表现不好哭哭 两位数字这样怎么像话 我已经 郭伟老师已经好几次跟大家报告了 真正AI的订贷还没有来 就像今天 像NVIDIA 对不对 他早上公布对外 然后他的三个组装厂 这次华硕 今天郭伟老师赶快 我们来得也发给大家 华硕广达即将 那又如何 订贷还没到 别急 所以他们的股价都已经先反应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动作比别人都要快 手脚一定要快 最近因为区间整理 所以跟着威威老师 你才容易赚得到钱 你胜率才会高 那你自己易高人胆大 你要当冲 我不反对了 但你一定要用现股 你真的不要用融资 他最近不是告诉你了吗 专门在杀融资 你这段时间如果跟着威老师高调及低竞场 你光计价一天 三天之内计价就有机会赚到六万四 最近爸爸姐有跟大家报告 一张欧一张欧 广南有四万多 就连最便宜的伪创 也有两万四千五 何乐不韦 你干嘛 在那边操心 露心露名 还没赚钱 还没赔还亏钱 而且还居然有人 居然搞到 当中弄到微焦哥 不要为了 不要赢小事的 我觉得威威老师昨天 也的确我们讲了一些心理话 内心话 但是我真心诚恳 威老师其实也没什么故事可言 我知道一大堆企业名人 CEO的故事 狗屁老大一大堆 我自己个人 我觉得没什么故事可言 不够精彩 不像人家这么的起程转合 这么的厉害 可是我觉得昨天 后来很多人回应 这些LINE 或者什么 给我老师加油打气 非常感谢大家 威老师真心诚意 好 我不想要让我在天上的爸爸 为我感到丢脸 我不要这样 做任何的事情 我每分每秒 我尽忠指手 我把每一笔交托在我身上 这个希望说能够进出 能够从股市获利的 我完全记在心里 但我不是神 我不可能让大家 但是说实在 有几档真的正是正确 大家明明白白看到操作 像8月4号 我讲区间操作哪三天 8月4号8月7号8月8号 昨天到了 88姐是不是让大家 是不是 各位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啊 我们的那个会议朋友 你是不是 威老师是不是 上个礼拜8月4号 我直接写了封面 整个市场只有威老师 直接给你写在封面 说工坊AI 买回伪创 你去查 我去查片了 跟我们助理 我们请我们的团队一下 没有人 大家都是讲模拟两可的 我觉得他未来 很有未来 中长期可以摆着 没有人 白纸黑字哦 写在节目 我们YouTube节目的封面上 你现在再去查 威老师一点都没有造假 8月4号 工坊AI 买回伪创 所有人看过的人 都可以帮威老师做见证 那礼拜一 是不是正 这个 这也是礼拜一 我们做的封面哦 买回伪创 完全命中 是不是人家当天 一根掌停板的伪创 计价广大 星云那点很真气 当然今天星云状况不好 是因为又是这个美中贸易战 要找那个COAS来开刀 Anyway那是后话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 所以 威老师绝对是 除了产业面 我们抓主流 我们不去做那个 进进出出 那个小巴拉机 这个没有成交量 因为到时候 大家买不到 等到你买到的时候 你出不掉 所以威老师一定带大家 开大门走大路 我们就做大型股 谁说赚不到钱 只要你精准 大家不买忙 你的钱 花在精准的时间 跟标的上 快进快出 而且你有多快 我也并不是带大家做当初 礼拜五 当天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父亲节 三天三缸 对不对 昨天 威老师已经有讲在上面 我就不多说了 我只能说 投资股票 你只要努力研究 认真努力 当然有些部分 只有机运的问题 比如说大盘如何 临时怎么样 这个说不准 但多年 你如果都在台北股市上面 你怎么可能连个盘感都没有 所以 威老师奉为一个 我自己本身 一个宗旨就是 一定股票 我不能够在高档的时候去追高 不行的 这样拿投资人的钱 在开玩笑 大家都是辛苦钱 一定是在高档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调节 像昨天八八节一样 但是 逢低的时候就要进场 所以 昨天跟今天 威老师给 所有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的那个 盘前的扣讯 一定要看 不好意思 昨天 包围什么 就是喉咙有点点 痒痒怪怪 大家也许说话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 你区间要做价差 区间 三缸 这一次 你是不是有获利入带 昨天是不是过来了 一个快乐的父亲节 所以你要知道 最近你可以看到 这主要的潮流 在干嘛 是背后 他担心你突然资金拉得过高 每一天 以这个爆出 成交量 动辄爆出 这个四五千亿 吓死人了 所以你要 这个一定要把 那个整个的火降下来 这个太过火了 包括 伪创 交出交易出 这个三十四万张的大量 这是干什么呢 对不对 大家在冲赏 冲进冲出 很多人不买票 对不对 你要当冲 那你就开始融资 跟你讲 你这件事情 你融资真的太危险了 我老师一定要告诉大家 很诚恳告诉大家 你这段时间 进场 AI是有长期的好趋势 蹲低一下 过两天 很容易就有机会再回来 跟你若融资 一跌到 三成 你就收到 断头的通知令了 为什么要跟自己过意不去 你这个赶快啊 缴一个少少的没有几毛钱的会费 人人付得起的会费 缴进来 然后办好手续 你隔天就跟魏老师一起 我们快乐进出 这样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到 心肝露面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而且你如果要求 魏老师一定要帮你 搞那个融资当冲 魏老师已经再三又跟大家讲 我没有办法 之前没有办法带大家去做 那个大的伪创啊 广大计价 因为他们真的过热 而且你明明知道 他在杀融资 最近这一波对 对不对 他就是要逼迫那些融资 断头出场 所以哦 而且魏老师早就跟大家暗示 这个相关的买点 我已经提过 他们应该不会跌穿几些 但你如果再这样融资下去 很难讲 所以上个礼拜五 爆出一个34万张 今年最大量 单一党各国 那天几乎整个盘是 绝大部分都在交易这档伪创 大家何苦来摘 哎 营收获利也不好 早就已经知道 早就已经知道 所以那天你看 大量的换手 谁买走了 外资 拍子 杀了一整个礼拜 再上个礼拜 去那边捡的就是外资 所以啊 这个礼拜一 整个拉上来的时候 谁赚起了 外资 那当然了 这里面你会说 哎呦 魏老师 你看他的大股东都不挺他 红鸡 阿罗阿罗阿罗 他们让他趁最好 最好的不错的价位的时候 赶快收割 动作就几十亿嘛 这个我没有什么评论啊 我自己也有同学 台大英毕业的同学 在伟创里面工作 工作二三十年了 他有他的底气了 我怎么这么讲 那也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什么 回答公布 在这次里组装没有伟创就怎样 不会 真的 他们是老朋友 一定会有订单的啦 只是多或少的问题 好 那不管怎样 不管公司好坏 我只关心各位 你口袋里没有赚到钱 你昨天8月8号 父亲节 你是不是拿着收割伟创 三天真的收割伟创 两千四 两万四千五 你们带爸爸去吃大餐 这才是我关心 我希望威老师 我们的操作 带大家进到股市的操作 高出低进 赚价差 尽量我们不要让大家赔到钱 赚价差 赚到快进快出 赚了就走 不止伟创哦 就算今天好了 杀到最低 我原本以为他跌停盘了 最后又回到120 他有手 他还有围影好吗 中东什么定义战 不是传了一大堆吗 所以我只能说 不要心头爱了 你如果真的没有概念 没有什么自己想法 你就赶快来到 威老师股市四方赛 我跟你讲 办完手续非常的简单 那威老师 我只能自我期许 我为老师希望带大家的操盘是 不负众望 不负所托 不留遗憾 想让大家一定要赚得到价差呀 一定要想方设法 无论怎么样 我不想辜负大家所托 那当然不止伟创嘛 跟你讲呢 还有谁 广达技嘉 广报科对不对 来 广达也是啊 公布 今天下午果然公布他的 营收 没有很好 的确不好 双卫四五年减 双卫四五 不想念了 大家其实心知入明 所以难怪 这段时间广达不是也有回跌吗 但是 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的营收 其实坦白讲 跟AI出货还没开始 而且广达哈 他里面的研发经理 也不要说就是研发的主管 今天也来到我们这个台大EBA 吴伟老师担任卢主的卢编会 桌上亲口私下讲啊 他以前待过辉达 现在在广达 NVIDIA 他以前待过NVIDIA 他觉得黄仁勋讲的一点都不夸张 好几次那个公司都快挂了 但是一路挺进 一路前进 市场未来就是他的 他现在在广达也是 他说真正重要的订单根本还没下来 慢慢看 不用担心 他现在只是在杀融资 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你用现股 你有差吗 对不对 你跟着我老师 你礼拜五进 买进 礼拜四 礼拜一 礼拜二 把它轻松处理掉 轻轻松 几丢的广达 不就四万三 就入带你两张 那你不就 八万六了 有些人还不止两张 对吧 你为什么轻松的事情不做呢 尽做一些软 让心情软糟糟的事情 不懂大家 还不赶快来 赶快办完手续 赶快跟着我老师 不负众望 不负所托 不留遗憾 你也不要让自己遗憾 这么多的行情 干嘛让自己弄得 心工灰头 非常的担心呢 技嘉也一样 都暗示你买点 也告诉你都在杀融资 也告诉你 八月四号要进啊 对吧 那昨天八月八号 父亲节 几家哦 六万四 礼拜五啊 他们要公布MSCI啦 有可能即将台湾店 齐鸿 或世新 KY对吧 有可能进 我不知道 只要问MSCI 再问大魔啊 但不管他进不进 你口袋先把他转了再说 你还等了MSCI 我都不想讲了 比较卡粗鲁一点 那你看哦 你今天 今天是不是进 护卫老师告诉你 开盘八点四十分 就告诉你 可以进 不是当冲 我今天也没有叫大家当冲 你光看 今天你硬要当冲的话 从最低点三二二点五啊 到三四八点五高 盘重高了 它有震 价差也有二十六 所以啊 我们想跟大家讲 你这种 高调节 不要追高 低进场 那你说星云 哎呀 今天很多人酷酷啊 老师星云 不怎么办 你只要不要融资 你等他一下 而且这段时间 他总是要稍微低调一点 他长还不够多吗 各位 你们跟着我老师 这几天 你赚的星云还不够吗 大家摸得良心 好来 我们今天星云 我们后来还是盘中 我没有出 还是要出一部分啊 没有全出掉 但你再怎么出 我们都还有不少的价差 我不要讲别的 我们从8月7号 礼拜一 一个人长 你从他当时 最低点 205号 你到今天 礼拜三 周结算 然后一底盘中 最后跌到 很惨很惨 很担心 对吧 有压力的 你就出一出 但是你如果在盘中 高点的时候 出掉 哎 一厂也够万 不要开玩笑 我跟你讲 这都好股票 这个机壳 伺服器机壳 银帮是不是好棒棒 对吧 礼拜五 当天给你一根涨停板 礼拜一 四百次盘中高 礼拜二 88节 昨天再给你一根涨停板 价差有100多 一厂 10万多 10点10点4万 人真的是有赚就跑了 讲真的 你要在那边流来流去 抱上抱下 你到时候 三连要突然一个盘式变化 这种情况你要去一件操作 我跟大家讲真的 所以你看 如果是上个礼拜五 一直到今天 礼拜 对 上个礼拜五 你到今天 三根涨停板 四天三根涨停板 没有没有没有 三根涨停板 你看 价差有130 早撒班 秦城也不做 秦城今天好强 对不对 我们在8月2号的时候 176 让大家在 KD相对低档的时候 然后均线也往上交叉的时候 有带量攻击 那今天秦城放出来了 今天有几档个股 放出来很强 因为时间不够 然后我们改天再跟大家讲 总之呢 秦城也要好好的把握 那你如果从8月9号 今天你不要讲别了 你从今天 礼拜三就结算 你从他的第一点盘中开盘 第一点186到今天215 哎 这样上下震荡都有29块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 赚钱的机会每天都有 你要想个办法 你真的 你来的股票市场 你不要赔钱 你目标是要赚钱 那怎么赚钱 跟着薇老师来赚价差 怎么还不赶快 我只能说 在上个礼拜的台风天 一堆人拨电话 我那天接到电话 我不是刻意要跟大家摆谱 是我真的 一通接电话 一通接一通 我会请助理都我帮忙接 留话的 你只要留言的 留电话的薇老师都有一通一通回 所以我只能说 过去来不及参与 你不要再 这个聚念的 某奖各国 不用 大盘他有守住生命线 明天台积电 又有一番的风景 过去来不及的 不要在那边赞叹 不要在那边悔恨 No 请现在 直接拨通电话 请跟薇薇老师来 让大家轻松操作 让大家很快的财富自由 你说要赚50% 有多难 我只能说 你只要掌握时机 跟对老师 跟对股票 做对股票 来跟薇老师一起参加实战班 50% 又很难吗 等大家电话 祝福大家操作顺利哦 拜拜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1 2 3 3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